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到Limi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21讲 那么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系统管理命令里面的 切换用户,设置用户的超级权限,以及关机与重启 那么我们主要用到的命令呢,有Sue,有SueDo SueDoSue是切换用户的,对吧 而SueDo呢,是可以使得我们设置我们普通用户具备当管理员的权限 而SueDo呢,可以关机和重启,而且它还有相应的一些选项,对吧 可以去使用,还有Reboot呢,是重启 那么我们SueDo呢,最常见的两种使用的,一个是重启-2,一个是关机 好了,那么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上一节课呢,为止呢,我们这个系统管理命令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用户管理命令 那么用户管理命令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两个 一个是用来进行密码设置和修改的,这个命令 还有一个呢,是进行用户查找的命令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用户密码和修改 首先我们要了解,在Linux操作系统上面 那么它所支持的用户的密码的一个设置要求 第一个,六到八个字符 而至少要包含两个字母,一个数字和特殊符号 六到八个字符 至少两个字母,一个数字和特殊符号 这是它的密码设置要求 而且呢,你不能够设置来跟用户的ID一样 不能不同于ID 并且呢,也要不同于以前的密码 并且至少有三个字符是不同于以前的密码 这是密码的设置要求 那么如何来设置呢 我们会用一个修改密码的命令 叫做Password 我们输入Password的 那么系统会让你提示原密码 输入原密码 回车以后呢,会要求你输入新密码和再次确认你的新密码 那么这样就可以修改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到我们的系统 我们还是登到我帮图里面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有WJ这个用户 对吧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Password 去修改一下这个WJ用户的这个密码 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我们等着啊 图形界面进来了 我们还是进到我们的终端 我们用WJ登录 登录以后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是WJ用户 我要改他的密码 WJ 你看他会要求你输入什么 亲密码forWJ当前Ulyx的密码 什么当前原密码 然后输入新密码 比如说我输123 确认123 OK 他说你必须选择一个更长的密码 对吧 就是说你不符合要求 对吧 所以怎么办 要求你重新输一个新的 那我们就只有重新输了WJ123 WJ123 OK 他认为我这个密码还是不够 对吧 我们说的密码要几个 要6到8个 对吧 所以我们就WJ1981327 WJ1981327 回去 OK成功了吧 对吧 所以我们在设置密码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符合我刚才说的 要怎么样 要符合他的密码设置要求 必须是6到8个字符 至少包含两个字某一个数字 特殊符号 不能与ID相同 不能与以前的密码相同 对吧 修改密码的命令的一个使用 好 了解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查找用户相关的命令 那么在Linux 在Linux里面 查找用户相关的 有这么五个命令 都可以用来查找当前系统中 我们的这个用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ID ID它是查看用户的ID 用户名 以及他所属的主和主名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查看一下ID 你看 他查看的是什么 当前我们用户的ID UID WJ用户名 组ID 1000 WJ主名 对吧 然后相关的组 对吧 相关的组的编号和名字 1000WJ 还有其他组 你看他不 他不仅仅属于 我们这个默认的这个 以前建的这个组 他还属于其他 有的其他的组 对吧 他有其他的组 看到了吗 对吧 显示他的所有的组 好 这是我们说的ID 除了ID 还有什么 users user 我们说它查看什么 它是查看已经登录到 我们当前系统中的用户 并且呢 它是显示用户名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显示的用户名 是不是 当前我登录了 啊 WJ 显示的是我的用户名 然后还可以查看的是户 户这个名字呢 它是查看用户的详细信息 那详细信息包含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户 包含哪些 包含他的用户名 和这个用户所属的终端 对吧 和这个时间 对吧 和这个用户 他的这个 查到他的时间 啊 登录的时间 OK 好 这是我们的 户 啊 那除了户以外呢 我们说他还有户 Mi 那么这个是用来查看当前用户自己的信息 这是有空格的 看到了吗 有空格的户 Mi 还有一种是户Mi是没有中间没空格的 它是用来查看当前用户自己的用户名 我把这两个来用一下看一下 户Mi 你看 他就是查看的是什么 当前用户自己的这个信息 就没有之前那个WG0的吧 你看这个是零终端 但很明显这个是什么 应该是系统 系统的 对吧 然后这个你看是自己的啊 终端 启动的时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连 连在一起的呢 Who Am I 要不要是给什么 只显示当前的用户名 对吧 只显示自己的这个用户名 我们就是当前这个WG 对吧 那如果我切换一下用户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切换了WG1 WG1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 Who Am I 你看 他查看的是WG1吗 不是 对吧 然后Who Am I 查看的是什么 WG1看到了没有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没有 当我切换成WG1用户以后 我用Who Am I 你看查看的仍然是 他是查看的当前 终端的 这个原来这个什么 没有切换之前的这个用户的相关信息 但是我用的这个没有空格的 他查看的是什么 因为他查找的就是我当前 切换以后的用户的用户名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名领 他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在 我的另一个消息 他们用户管理的密码设置 修改 以及什么 查找用户的相关秘密 以及他们查找出来信息的 含义一定要清楚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听和收听和收听 感谢观看